原,天以不見為原 地以不形為原 人以心腹為原 人,要順應天意 定要逆天改名 原原學會,解開原經 這一集非常重要 我們認真探討 我們講了幾兩年末日的預言 究竟是怎樣發生呢 不妨大家坐定我們去探討 曾經馬人預言在2012年地球會滅亡 到時天空會出現一度極光 幾秒後全世界停電 地面慢慢開始升溫 但太陽爆炸之後 衝擊波就衝上地球 太陽風暴就開始把我們點著 經過科學家一系列的觀察 可以肯定原來太陽每隔11年 就會遇到活動的高峰 但現在10年都過去了 我們都很平淡地過到 會不會是地球 人類很平常地度過大災難呢 阿妹 其實太陽爆炸你本身有沒有聽過 也有 其實2012年那個世界末日 因為風吹得很癢 風向 大家其實已經 全世界都在討論 全世界都在討論 然後都已經想定 如果那天是最後一天 要做什麼 你怎樣過 你跟誰過 然後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怎樣過呢 就是跟朋友聊電話 所以我2012年的時候 我入了這一行 我記得星相界也曾經吹過這個風 我們有些老師傅就說 不用怕 這個一定是流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個方法計算出來 但當時我還小 可能跟師傅在那邊倒茶遞水 幫他打去約哪家酒樓吃飯 我未有資格去跟他研究這個問題 就是老師傅一句說 不用怕 我們就當沒事了 連幾月幾日都忘記了 再看下一段 原來太陽去到他的活動高峰期 太陽黑字就會大量增多 太陽釋出的耀斑 和有毒的物質就會大範圍地噴發 我們的地球就會受到太陽風暴的來襲 但是科學家還未找到一個方法 或者原因為什麼會發生這個活動的高峰期 但雙屬於不久的將來 我們一定會找到答案 當年的馬亞人預測 剛剛趕上了這個高峰期 所以地球和太陽風暴擦身而過 我們就叫做幸運地比過一劫 但經過科學家的推測 下一場的太陽風暴就會在2023至2025之間 這一場的太陽風暴雖然不會搞死地球 但會造成地球上的網絡會斷電 Wi-Fi所有網絡的網絡會斷電 亦有可能維持幾十個月的時間 如果一天沒有Wi-Fi 你很想死 幾十個月 什麼差都沒有網絡 我想很多事情會有問題 會不會我們重新回去我們的 原始時代 可能我們小時候讀書 回家沒有電腦 什麼差都沒有 那個日子 其實是好還是不好呢 其實很難想像現在是沒有網絡 或者是斷電的 因為不要說娛樂或Wi-Fi 現在其實很多工作上 商業活動、政治活動 都很依賴這個網絡科技 如果沒有了也很大單 沒有了其實跟世界每天是沒有分別的 那我和你應該就不用再做節目了 是啊 大家不用再看這件事 不用上班 那我豈不是不能做 我怎樣交租呢 大家如果全世界一起停業 那我又覺得 不是一件壞事 其實都搞不定 你有沒有想像還想安慰自己 都搞不定 好 下一段麻煩 好 網絡停止等於我們的世界每天 科學家還發現到其他的現象 那是什麼現象呢 原來太陽風暴對於地球的病毒 即現在我們的肺炎 有一個絕殺的作用 如果它可以抑制到這個病毒的話 即是說有機會出現這個風暴 就疫症會停了 到時這個疫症就會得到緩解 太陽風暴對於我們來說 都算是有好又有壞 好的就可以停了這個疫症 但如果是壞的話 你就沒有了網絡 基本上是二選一 那你會選哪樣呢 但如果你說疫症的代價 就是需要停下來10個月 我想大概10天呢 10天可以想 但10天都不是每個人都很狠 沒錯 因為有些人 就是那些秒鐘幾十幾百萬上落那些 是 就是停一天都不想理你 是 但如果你說 因為剛才說到10個月那麼久 我覺得 還有2023年 有機會 去到到時的話 我想病毒應該會有些新的方法對付它 應該都是 好了再看下一段片 十六世紀的法國知名大師 就是諾查丹馬斯 曾經被聲稱成功預測了歷史 她不是後面的女士 後面的女士很吸引 她是1566年離世 但她寫過的預言書 就是朱世紀 原名叫白師 習得多次命中歷史大事 例如法國的亨利二世 法國大革命 以及希特拉崛起 她都一一言中 如果她有魔鬼的身材 加上她一個大師 這件事應該是不得了 還有一件事 就是美國前總統 甘乃迪遇刺身亡 以及倫敦大火災 甚至911美國孔雜 都多次預言成真 是不是這麼厲害 值得關注 她曾經在書中 講過2021年的六件大事 不外乎是天災 甚至最誇獲的是什麼 殭屍和變種士兵 這個我們反過來看 擺明是一種堅力 是的 但是除了電影之外 我們應該還未出現有殭屍 和變種士兵 變種士兵 我懷疑射尾 等於去年很不幸 就是一個佛教國家 就是緬甸 經歷了一場很大的政治改變 很多士兵 向著無辜的市民 都要濫散無辜 會否在這裏有少許隱喻 都不排除這件事 好 再來一個 她說一個毀滅性的預言 就是地震會帶來毀滅 預測是美國將會發生一場大地震 在卡利芳尼亞那邊 預言二就是 彗星會撞地球 地球曾經在2021年會受到這個撞擊 但是NASA發現了一個小行星 她說有機會 我們回顧一下 就是2021年的5月 曾經有機會 極高機率 撞到地球 瑞星撞地球其實很少見 但是你說 瑞星和地球拆身而過 就好像 會不會每幾年我們都聽到一次 你覺得 是否可以看流星語的事情 那些就浪漫很多 但是如果瑞星撞過來 我和你都不用上班 再看下一段 她說曾經有一個巨大的太陽風暴 會撞到地球 而且做到大規模的損害 不是流到陣那些 而是真的會撞到你那種 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海的平面會上升 而且地球會降到海的平面之下 就好像這個冰一樣 不停溶 就令到所有水位 各樣東西 就不同了 同時她認為 這個災難會蔓延 會有大規模的移民遷徵 好像我們每晚9點多 那班機器去英國 算不算很大規模呢 真的很難說 人類為了搶奪資源 而互相殘殺 最後爆發戰爭 那去年有沒有轉戰爭呢 我覺得現在的戰爭 不是以前那些拿刀拿槍 即已經變了別的東西 對 即可能用科技 即是經濟上 那些 好 那就看看下一個 她認為聖經裡面出現的飢荒 會出現多一次 她說2021年應該是曾經出現過一個飢荒 而且是前所未見的規模 其實如果我們想回過去 未出現過 她說 但是會在有病毒傳播 以及地震之後 會引爆了一些病毒出來 去年的地震算不算厲害呢 又不算 但病毒傳播這一個 應該是真的 但回顧一下 她有沒有說過關於一些 再奇怪一點的 又看看下一條 就預言俄羅斯的科學家 就會在2021年造出這個生化病毒 而且變成強勢 這真是得淡少 即地球將會出現一個半死不活的狀態 會不會是完全影射中 就是某個國家的一個實驗室 洩漏了一個病毒 而這個病毒 令到全球半死不活呢 這個我不敢說 你夠不夠說嗎 阿妹 我不夠敢說 說完就包你無法做 我們整個台都因你而改寫 再看下一個 他在書中寫過 軍隊將會大幅進化 為了提升戰鬥力 會在腦中植入一些晶片 即是人造人的AI打仗 到時會有一些變種士兵 改變全世界 他說到時會靠這個超級軍隊來拯救 很明顯去年也沒有軍隊來救我們 其實肺炎到現在都玩了幾個年 兩三年 四年都來 但仍未有一個解釋 徹底的 改變的現象 究竟這個現象會如何改變 再看下一條 開始說 太陽風暴是因為太陽開始引起的一種現象 通常因為太陽黑子運動和太陽的閃驗 令到很多不同的物質 拋了出來有關 如果這種活動 是跟物質有關的話 有機會影響到地球的軌跡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經常說的一件事就是 不同的星體的角度 就像我和你們現在平排180度 如果我們走到120度 就很多東西會產生一種變化 看看是什麼變化 他就說大多數的行星結合都是一種學問 因為他會和太陽造成一種干擾 天文學和科學可以結合成一種學問 這種學問究竟是怎樣可以做得到呢 其實一直以來我們所說的 摺微斗數、八字和很多其他的 譬如印度神童、尖聲那方面 其實所有東西都是圍繞一條數 如果你找到這條數的原因 你就可以解釋到很多地球上不同的問題 我們看看下一條 太陽系裡面 太陽可以產生一些劇烈的地詞和質子風暴 對於我們叫GPRS 或者全球定位 或者太空科技 Aerospace的一些影響 都是會出現一種暫時或者永久的損壞 如果太陽風暴成立 即是等於一年前有本書說過 叫做太陽黑子活動週期 我們曾經有一集是說過的 那本書呢 其實它的主要原因是 九大人星記不記得哪幾個 金木、水火、土 哇 金星、木星、水星、土星 什麼冥王星 冥王星、海王星 太陽 總之有九顆星 其實一直在影響著我們人類的結構 影響著我們的運程 你掌握到這個結構 你就可以掌握到命運 看看下一個說什麼 他說太陽風暴如果發生了會發生什麼事 首先會出現大範圍的電力供應 影響到 以及也影響走的飛機 現在飛機不是太多 所以不是太害怕 也會影響比較大單的 就是太空的航空機 太空航空機就是 說到Aerospace的問題 你任何研究太空的東西 都會出現一種問題 最後剛才那段影片 就是說磁力風暴 即是說太陽和地球形成的角度 帶出一個磁力的風暴 也是極光 就是一種TWILIGHT出現的原因 好 接著 最厲害的太陽風暴發生在何時 我們看看 原來最強烈的太陽風暴 曾經發生在1859年 就是卡林頓之間 看看當時發生什麼事 他就說 當時造成的損失 對人類產生很大的威脅 即是代表當年 應該有很多死人想想的事情發生 因為既然他在書上記載過一遍 1859年發生 再發生後會有什麼時候呢 如果再發生後 我們的定位又會是怎樣呢 這最後一段段文章 有講的 我們會輕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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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 最終人類的時間表 原來有機會早就寫出來 如果寫出來的時候 你如何改變呢 就要透過很多不同的我們稱為因果 又或者不同的做法 你不同的宗教信仰 或者你本身是怎樣都會影響到你 講起宗教信仰 我們一定要看一看我們的佛前供燈 佛前供燈有很多人曾經提過 也在佛教的世界中備受讚揚 這一集我們也認真探討 原來在書本上在佛學的角度 供燈是代表一種什麼行為 不妨看看 原來燈是光明和智慧的象徵 也是十種共養之一 無量經說過 為世的燈明是人間最厲害的福地 在佛經也說過 供燈的功德有幾種 首先若有眾生就說 奉屍佛燈有十種的功德 哪十種呢? 一者照世如燈 照亮你的命徒 令到好像有陣燈一樣照著你 二者肉眼不壞 即是你看東西完全沒有問題 至少你的視力不受影響 三者就得於天眼 即是上天有一種力量去保護到你 令到你看東西會不同些 四者就得於善惡法 即是你分到什麼應該做什麼 不應該做 這裡很重要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人很容易犯一些錯 在佛教的角度就叫貪 譬如很簡單 每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試過為了接一個工作 而放棄了另一個工作? 即是兩個時間做屋 有喔 那你後來有沒有試過後悔 早知道不應該接這個 要本身那個 那我沒有 因為接的時候已經比較了 放棄的時候 但是如果我告訴你 你本身放棄那個 是帶到你去另一條路 令到你更加成功 那你就有機會很後悔 這個就基於我們面前的利益 而產生一種的貪念 例如你本身有一個工作 接了其實很少錢 也有100元巨碼費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不接呢? 因為第一 我等錢交租 第二 路途遙遠 但是另一個工作 很好做 可能做了一陣子 就夠我交租 那我當然 在現世的角度 是要接了一個 但是誰知道原來 如果你接了100元的工作 你是把你的時間 奉獻了給一個慈善機構 又或者原來你奉獻完之後 有些很好的經理人 或者有些很好的老闆 看到就很欣賞你 這個我們叫做 欣小失大 其實如果怎樣罰得 就會令到你明白 善惡法得到的智慧 知道有什麼去做不應該去做 這個其實在正常的 這個商業社會是很需要的 我們再看下去 得於善惡法得智慧之後 就有些什麼了 五者滅除大暗 六者得智慧 那什麼意思呢? 滅除大暗 就是暗者 就等於有個陰影 蓋過來了 比如我們經常說 這句很黑 為什麼呢? 某君你為什麼這麼黑呢? 他一天輸了80萬 那你真的比脈斗 那為什麼你會這麼黑呢? 因為你就聽錯了一個消息 你以為某一個貨幣 就是現在最流行的是什麼貨幣 知道嗎? 蜘蛛 蜘蛛幣 就是狗狗幣 比特幣 你聽錯了一個消息 你睡了一天之內 蒸發了80萬 那你怎樣滅除這件事呢? 如果你一早有一個宗教信仰 或者你點了燈 有機會這件事會來 不能夠遮蓋你 你能夠避免 所以點燈這個效果 六者得智慧 有足夠的智慧 去避開所有的東西 看看七者八者是什麼 七者流轉世間 不於黑暗之處 即是你在每個地方 都可以得到你的福報 不用這麼捱苦 那八者就見大福報 剛才我說的 最後給你一個很好的答案 九者命中聖天 你猜一下為什麼呢? 去到最後的時候會好嗎? 這個說法是很好的 因為你了決了生死 其實命中聖天就是人死後 他去哪裡? 我經常問大和尚 尊敬地說 就是高曾 我跟他的朋友 就是大和尚 其實人死後 我是去了釋迦茅尼隔離 還是去了哪裡? 他說不用怕 你去了淨土 我淨土是在哪裡? 就是釋迦茅尼細尊隔離的一個泥土 那裡是無憂無慮的 命中聖天就是 萬一有親人離世 你不用擔心他 他不會在那裡游離浪蕩 他會升到天 因為你點個燈 你為佛陀貢獻過 所以他會幫你 這是什麼意思? 十者是促正裂盆 裂盆就是 我們現在這個裂盆生死世界 你猜一下是什麼? 就是這樣聽我的意思 很快可以回生 裂盆就是一個流動的意思 我今世做一個 說得比較壞就叫風水叔叔 說得比較好聽就叫大師 原來可能他招藥又香了之後 我投胎做了你兒子的工人 也不奇怪 因為我們有一個輪迴 根據我前身做了什麼 原來我前身小時候 很不省心的 就是踩了一些蝸牛 踩死了很多蝸牛 那我下輩子就要揹上殼 幫人打工 那樣的意思 那我揹著車 就像揹著殼一樣 揹著他幫人打工 其實這一系列的東西 我們不是有心的 我可能是誤打誤撞犯罪這些事情 但是如果我促正到裂盆 我可以跳來這個輪迴道的話 我長期在釋迦牟尼家 或者在觀音旁邊去幫他做事 我就不用再擔心這些事情 那裂盆就是我們可以 不用受這個裂盆所困 那意思 好了 所以 如果你一個人共燈 你一個人會受惠 就像我們慢慢進入一些錢 像豬仔錢 那如果人人共燈 就是你全家都共燈 那就世代獲福 記住 只要有登靈的地方 那諸佛菩薩 就會有一種光直接照亮了我們 這一集我覺得很有意義 因為我們有很大量的畫面 以及為大家說了很多關於佛教的東西 其實都是與人為善 最後一個意思就是 好了 這一集我們特別一點 就是大家唸三聲佛號 預備我們進入部分二 如果閣下有幸看到這一段的話 就記得在這個時候合實 那你有什麼想求 你有什麼希望解去的話 你就唸完這個佛號之後 就想一想 那就行了 好了 我們唸一次 南無寧厭會相佛菩薩 阿妹說一次 南無寧厭會相佛術 南無寧厭會相佛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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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希望可以迴響給一眾的倉鼠 其實他們都是在一個輪迴道裡面 去掙扎著 其實這一切一切都是 不是世人想見到的東西 可能是個時勢問題 或者是社會發生很多事情 迫於無奈 希望他們可以得到一個安息 我們這一集跳出來了 講了很多關於共同的事情 亦都想跟大家說 接下來預備還有兩個星期 過新年 新年有甚麼可以讓大家玩 可以讓大家參加 不妨開一開帖子來看看 阿妹新年有甚麼做 不妨開一開帖子來看看 對呀 現在有市集怎樣呢 我們現在市集因為疫情的關係 因為我們都跟政府的指引 因為政府過花市他們都沒有做 所以我們暫時都會擲置 但都答應大家 很快都會再開市集 因為我們公司除了在外面租市集之外 其實我們自己辦公室都會有一個小型的市集 所以大家 咦 即是我們在外面那裏 對呀 在外面 大家如果有留意我們BabyAir的項目 就會知道 其實我們公司現在就搬到觀塘了 有新辦公室 都歡迎大家上來 明白的明白的 苦年有幾個日子是給大家開運的 大家自己記得抹下它 一個就是太歲祈福日 星期四 另外星期五就是四日 就有個高增燃燈共佛法會 這個就是我們香港會有一系列的佛法蠟燭 和在泰國都會有一大量的佛法蠟燭 互相對應 在兩個地方 香港和泰國都會為各位做一個 燃燈共佛的一個動作 第二個星期 就有個觀音借庫 還有一個佛日 就是欲皇戴帝誕 這幾個日子有什麼功效呢 下面寫完 我就不敢去讀 但其實呢 去到最後 如果你本身有點燈的話 本身你為自己去職一個福慧 另外在這件事上面 這個開運拜神裡面 也有一個優惠價 最後最後 整個共登的東西 有沒有一種更厲害的做法呢 其實就有的 因為我們接下來就即將和這個NFT 去接軌 所有我們的共登的信使 都會可以踩著腳 進去NFT這個場 去看看究竟是怎樣玩 怎樣運作 那這些我應該會在Part 2 會再跟大家說 另外 就是整集最後的答案 究竟地球什麼時候滅亡呢 我們工作人員 可不可以只是開個畫面先 我們不要說那個最終極的答案 就是看看地球先 就是這裡 好住 阿姆你到來看看 英國物理學家霍金有說過 二零 二六 二六零零年 是的 人類有可能滅絕 即是說幾百年後 有可能滅絕 我的兒子一定都去不到二六零零 我的孫子有可能去到 即是說 如果現在是二零二三 二零二二 還有五百年多些 地球會滅絕 即是我跟你分別投胎多四五次 就不用再投胎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那這個問號 放心 我找了答案給各位 為了照顧我們的付費會員 沒錯 所以一定是付費會員說 那如果你有機會見到我 那我見面跟你談都可以 那如果你是未付費的 那現在呢 就立即上 MMPoon.com 又或者是用我們 BIGBIG AIR的APP 就立即成為我們的付費會員 那費用呢 都是相當之相宜的 對了 那所以 各位 那 你說 對了 還有 對了 這個 原來我們這一場的優惠 就是亂々不絕 這個呢 就是最新捉住 明年的財星 就放在東北位 就是財位 補這個事業 以及加強財運 就這樣看這個玫瑰金的包裝 大家都知道 知道什麼了 擺明是吹財的了 就是搶財運的了 那真正的方法 我會再介紹 就是這樣做 那原則上呢 這個瓶大概好像一個 好像 好像 我這瓶 抗泉水再大一點 這個牌子 抗泉水高一點 那其實它裏面有一些 有些 有些玉石在裏 那些 精石 玉石 抗石 全部呢 如果 一是一個適當的日子 我會 摘一個吉日給你看 在那個日子 倒滿了水 放在你家的東北位 還要在新年頭的14天 或者28天裡面放 全年的財就這樣被你踢起來了 所以這個 放在這裡不會被人罵 因為看上去都不是很 不太影響人 如果你和爸爸媽媽住 不會覺得很奇怪的感覺 不會覺得 嘩老頭啊 嘩是什麼來的 沒有這個感覺 都是一個擺設 擺設 裝飾 好了 預備來到Part 2 記住阿妹剛才說的號碼 是 有機會在那裏再跟大家聊 好 世界每天真正的原因 稍後跟大家聊 歡迎收看付款教學 今次教大家用Payme方法付款 請留意以下步驟 最後 首先選擇購賣的內容 請選擇購買情報 購買內容 在規格下按購款方式 來選擇 Payme 然后按進入購款頁面 沾上 見出ego2維碼 再來按2維碼 就会自动跳去PayMe App 再输入你刚才已选择购买类型的金额 在信息位置打入你的名称 UID Number 和电话号码 再按付款 就完成交易程序 开通服务需要两个工作天 如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办公时间 星期一至五 下午1点至6点 致电3703-3726查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